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殷公子说 借到重庆府 得从这方向走 啊 听说鼠中风物都差不离 就连吃的区别也不大 我是在想 重庆府北川也不远 客盘说不准落在那儿了 啊 这么近的距离 那岂不是很快就能找到两块客盘碎片 完了 完了 找齐了客盘 岂不是就要回十轮宫去修十轮遗轨了 你们注意到了吗 利用巨马的掩护可以大幅减少自身受到的伤害 啊 巨马真是个好东西 利用巨马 一一的守护能力就能变得更强了 啊 这边有巨马 他周围的话会减伤30% 就站这个位置 你会减伤30% 我发现我家里好像有蚊子了 我身上一直被钉 一直被钉 那个 一直被蚊子钉 可是我套房看起来没蚊子啊 十轮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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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再这样啊 等他自己来走好了 等一下哦 呃 站这里 这样子 这样子 就交给青罗吧 站这 好 就这样 好 就这样 这里的话 站这就好 应该不痛吧 哎 还是蛮痛的 站上去啊 旁边还这么痛 啊 那个刺客要小心一点 好 这边都很简单啊 这边都很简单啊 这边啊 这里 这边都不难 好 青罗 青罗来啦 哎 没打死 差一点 没关系 五刀 好 最后一集 哎呀 火起火起 哪来的老鼠 这么大 还 还会说人话 居然在烤紫双云芝 太浪费了 这种东西当然要生着吃再好吃啊 大老鼠 呸 本尊乃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至尊光寿 灵取 别嚷嚷了 你的灵芝糊了 今天的灵芝还嘎嘣脆呢 等等 谁在和本君说话 本君不是在山河志里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本君的神策呢 说 你们几个莫不是那石墨墨找来的帮手 来偷本君的神策 快交换来给我 本君考虑拿石墨墨最喜欢的压缩甘粮 入梦符跟你们交换 压缩甘粮 入梦符 什么乱七八糟的 哼 少见多怪 本君还能骗你们不成 来少入梦符 释放梦境 本君让你们长长见识 哇哦 竟然有这么多奇怪生灵的梦 被封存在符咒里面呀 山野精怪皆有梦 将这些梦封存入符便能得以保留 如果烧掉这些符咒便可以重新释放梦境 看看这儿 保持一张 注杀两点 众生之梦皆在其中 所谓浮生若梦 这里面的就是夜吃被封存的梦 要么来看看 齐齐 我们来了 诶 诶 等等啊 梦里面你们会变成夜吃的知不知道喂 汪 激助 我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也是夜吃 你阿良?是你吗? 你怎么变夜吃了? 咩uxe Это 余姐姐 我们是夜池 好 夜池啊 夜池可比使怪好对付 咱们要嘛 还是改行算的 嘿 改什么行 夜 夜池的名声好听懂不懂啊你啊 手脚清点 少坏些皮 多卖些者 那边的小夜是要活的 打官鬼人除了高假妖精 不是 烈食人好像对我们动手 余夕 我们该怎么办 地面上的是噩梦之阵 我们现在是夜池 有技能能将这些人击退进阵内 消耗他们的气血 吸吸吸吸 推进噩梦中 就能让他们进入沉缅噩梦啊 好 这边就是 推他们到那个陷阱里面 你只要用 呃 怪坛的话 你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打赢 好 这边走这里 然后把他打退两个 第一次示范的关都很简单 后面的会就 就要试比较多次了 这边的话 我看一下 应该要扛了 站这里 站这里 扛一次就好了 应该是扛一次吧 然后扛两次 再见 拜拜 啊 我应该站下面一个的吼 诶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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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 诶 没有失败 刚才应该可以不用死 啊 走错位置好吧 还是可以赢了 他會站這裡 應該要走到這一格 扛住扛住 扛不住 還好還好扛住了 有回合限制 啊 從打之後 浴翅羊這個隻不要動 他不要動 對嘛不要動就好了嘛 嗨想那麼多 真的是齁 剛才走位置是多餘的 我是指我敗陣是不是 靠北 我已經要睡覺了 等一下我被 我被酸了這麼簡單還要衝打 贏了 定不如 不好 他們竟然這麼快就行了 本軍的酒 倒好像沒行 哎呀糟了 還沒找到山河志 是 大仙 你這翻翻找找 做什麼呢 你這入夢符 不會也是這麼偷來的吧 呸 胡說八道 這是本軍 從石墨墨的老巢裡找出來的 那不還是偷 而且石墨墨不是吃夢的嗎 能有封存夢境的能耐 這 或者與石墨墨無關 世維族傳說中有蒼狼白露 蒼狼守護白日 白露守護夢境 這入夢符 倒像是傳說中的白露所會 守護神風夢 這 我怎麼就覺得 是有什麼人封裝了這些夢 偷走眾生之夢呢 哼 就是石墨墨 跑不掉的 他就是想把夢存起來 當過冬乾粱 苗 那豈不是說 要入夢符 得找石墨墨的行蹤 依依聽說他喜歡順地賣活動 據說有本山河志 和地賣有關係 大耗子 你好像就是在找這神策 誒 說來話長 那是本軍與石墨墨的糾隔了 你們想找入夢符 嘿 那就慢慢找著吧 阿末 該是把入夢符 藏在九州大陸的雞腳嘎啦裡啦 好 入夢的話就是使用入夢符可以示範夢境 可以化身夢處 進入光怪 光怪 陸裡的 這間陸嗎 陸裡的夢境 破許 破除夢之困局 才能重返現實 完成夢境怪堂後 可獲得對應夢族的魂石 所以你要收起魂石 就是打這個齁 好 這什麼 自殺 哦 軟到實境 誒我可以二十連抽了 各位 賺哪 還好先一步發現了玄冥教在倒鬼 否則成都府估計得出事兒 阿良這次只會得當 明明是一一發現的玄冥教 小赵 你究竟怎麼發現玄冥教的 我也沒和他見過啊 怎麼總這麼著 英雄 女人心海底鎮 他 女人 好吧好吧 這麼大點年紀 總比英公子定親的那位年長 你 你怎麼還記得那事兒啊 實在是英公子的出場 太過令人印象深刻了 這事兒什麼時候翻篇哪才能 小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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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嗎 有事兒說 那個 我們見過嗎 哼 看樣子是見過 我怎麼不記得 天玄門高圖 天玄門高圖記性好著呢 無記得就是沒見過 哪能錯 啊 天玄門高圖 怎麼和說蠢貨似的 說真的 我們什麼時候見過 說了沒見過 你煩不煩 閉嘴 玉池兄 話說玄冥教的人 是怎麼找著你們的 打我們離開十輪宮 這一路上就老遇到他們 英雄怎麼突然問這個 哦 想問問玉池兄 興許知道他們有什麼目的 若非是親眼所見 都不知道他們是在煉製十支援呢 各位各位 快幫幫忙 有強盜打傷了我們 截走了我們壓的鏢 要是丟了鏢 我們哥幾個 怕是得砸了飯碗 火人 哼找到那帶了貨的傢伙了 這下他可跑不掉了 然後這邊要靠地形的那個 還有這個蘑菇 所以我們要靠青螺齁 青螺在 然後 我們換一個補血的 一層樹差 要擊敗這一隻 可是這隻會逃去哪 已經逃到右下角吧 記得 對沒錯 所以要靠青螺去組 組間他 好 來 這個戰鬥音樂 媽的 荒山野嶺 居然被那個鴨鏢的找到幫手了 舊娘的不該留活口 天哪 弟兄們 幫我攔住他們去 這一趟啊 可不能走空啊 這音樂 哇好好聽喔 這支音樂改得很好 好我們這邊左光攻擊 倒不死 好 好 好 以防萬一讓青蘿用那個地獄之咒 然後走 吃 然後再打這隻 應該是打不死了 等級差都太多了 應該先幫他提升位階的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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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黑用鞋魚的音樂嗎 你聽說幽神的時候還是神魔之尊傳的時候 好 OK 都放地獄之咒了還被打那麼痛 沒關係這張青蘿死 應該打得死啊 可以 好等一下再魚西再打再補刀一次就贏了 魚西補刀 我們把鏢還給鏢頭去 還了嗎 不是要還他 不用還了 哈哈哈 魚西 我問你件事情唄 你問 齋女和不動尊者都提了過往 往昔的人又成了被十輪之力召來的英靈 這有什麼關聯嗎 據我所知 其實以往這世上不曾出現過十輪之力 啊 不曾有過十輪之力 那我這十輪之力又是什麼 又是怎麼回事 那個在十之系裡看見的叫夏侯儀的 不也突然就會了咒術 誒 這不是一回事好嗎 我這是連這力量到底是怎麼出現的都不知道啊 我還不 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啊 似乎 你可以突破了 你看 似乎用你的行外三魂就可以了 想來 這些碎片就是傳說中輪迴裡散落的人魂碎片 帶著上一世的記憶 我的人魂碎片 我難道不是活著的 我是誰 我在哪 阿 好好像這個從 反然後再 左然後再升到絕這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升級會把天賦的技能趴數提升 簡單講是這樣 好 就這樣 是真的 怎麼了 浮生路又是什麼 傳說逝去的光陰都會在世間留下痕跡 這裡面的便是這些了 真的呀 這些歲月中的事 最好多些見證者才好呀 快開封之鎮 把這些繪卷送出去吧 許個願望 但願世間一切都會有個好的結局 好 好就這樣 好就這樣 四隻鎮 OK 好沒有 好 角色 角色 我未接什麼 我對我未接什麼 怎樣才能提升啊 我忘記了 封姐姐 門開了 裡面似乎是條長牢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 怎麼覺得有種奇怪的力量在吸引著我 背包裡的刻盤似乎也在沉沉欲動 這山壁的裂隙裡面有什麼東西 去看看 這裡面似乎有天穹倒影出的力量 難道是那樣的嗎 創世是留下的嗎 可真是 是 是 你 你怎麼會 阿玲 阿玲 你怎麼了 雨池哥 你怎麼突然就不走了 快走唄 姨姨還想去重慶府搓一頓呢 雨池兄 你臉色怎麼突然這麼差 跟鬼上身了似的 這人是怎麼回事 上回在幻花劍派也是這樣 我祖上那什麼附身不附身的說法 難不成是真的 但他手裡又沒那件東西 我沒事 這沿江山壁的裂隙能通哪兒去 能通 能穿山過去的 走吧走吧 聞起來 似乎裡面有什麼怪物 也許可以抓來吃 你別亂跑 依依 你給我回來呀 喂 喂 你們跑慢點 等等我能怎麼樣 真是的 每次都跑這麼快 我倒進過這樣的地方 這兒估計就是傳說中的地脈節點 靈脈光暈 傳說 地脈是盤古經脈所化 通常與武林對應 天地間 靈友多寡聚散變動 陰陽交態生生不息 這是優良 炎之優良 冰之鋼盤鬼 離之鋼破鬼 暗之九環諸腹 這裡開樣子 是炎之靈脈 可得當心這優良 它會將體內吸納的炎之靈氣 傳說給這些被它控制的妖魔 妖魔威勢會提升 這樣 在這兒打起來 我們豈不是很吃虧 也不盡人 想來凡事皆有解 依依猜 這裡也應會有地脈之氣泄出 想來我們是能獲取這些靈氣為其所用的才對 好 總而言之就是要去搶這兩個點就對了 會增加攻擊跟 應該只有增加攻擊吧 我印象中是這樣 物攻而已 OK 然後可以再行動 就這樣 好 這邊青鑼先動 青鑼可以走五個 一二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所以這個要幹掉了 化 欸 打不死 嗯 第一在這兒 顏之靈脈的效果是 夜夜收割 能將傷害提升 並且能再次移動 好 再次移動 銀子都很難記 還好啦 習慣就好啦 蛤 打不死了 啊 其實應該 變成要先弓箭手先打 再用一一去打 這點 一切的效果 傳給其他妖魔了 這下麻煩了 可否 阿良 是那顆盤 芸汐 快躲开 洞窟在瘫趴 芸汐 你没事吧 我无事 你快去拿刻盘 刻盘竟是被地脉吸引来的吗 这莫非和刻盘的断制过程有关 若是这样 那地脉又是什么 拿到了 你究竟是谁 这不重要不是吗 这东西就是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 玉池兄 回神了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怎么像和地脉产生了什么感应 其实就是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至于你说的什么感应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就快离开吧 这地方在刻盘的影响下 似乎非常不安定 新鬼刻盘必须用星药之力打造 原来如此啊 地脉里流淌的 看样子真的就是逆转的星药啊 当年霍庸铸造刻盘所采集星药之力 所谓斗转星药啊 如此说来 楼兰换成实际上就是节点 这就是你的圣女隐瞒你上古法阵 不让你抵达冥界的原因啊 她可不想你碰星鬼刻盘 怕你发现刻盘藏匿的秘密啊 毕竟你可算不上罗侯神的忠权 看来圣女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会偷偷溜进来呀 不管她做了什么 现在你都无能为力 不是吗 你没法从这出去 你贪恋的力量 把你永远都困在这儿了 你真的以为我就没法出去 你以为我对那些法阵一无所知 你忘了是什么 把这一代的不动尊者 从石轮宫引了出去吗 什么 难道是三岩的法阵 三岩法阵上凝聚出石 已经增强了双始降临之所与幽界的联系 你看 这一系列的事情 是不是才该叫天意呀 你们等等 依依呀 依知道怎么寻灵脉光渊了 啊 那你盯着我看干嘛 两眼发光跟个夜吃似的 妹啊 说谁呢你 依说正经的呢 找灵脉光渊就是要用到御赤阁你呀 御赤阁你手臂上的印记 和刻盘一样与地脉有感应呢 你看印记流动的走向 坊间一文传说中 山川河流的脉络走向 随世事变迁变化 诶 真的 依依有些相似呢 石轮的印记和山河脉络变迁痕迹 看呐 这里 还有这里 就能找到地脉节点 灵脉光渊 登登登登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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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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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